古今盡愛 酒色才氣 聲色短碼 愛恆情壽 西成故事 主持 沈西成 莫玉文 好 各位 今天我們錄影時是星期四 播出是星期五夜晚 今天是7月20日 我很多時候知道是李小龍的死期 即是寄診 好像是7月20日 應該是 小小半個世紀 1973年 眨眼半個世紀 他過世的時候 我是大約多少歲 我是二十多歲 我是日本 聽到他 早上聽到NHK的廣播 Bruce Lee Naconata 即是死了 他都很吃驚 近五十年來 我們小龍的肉身已經消失了 但他的精神和靈魂 現在存留在華人土地上 幾乎全世界的中國人 都知道 在六七十年代 我們存在了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 叫做李小龍 而這個李小龍 直根直於香港 他從香港大 去美國 又從美國回來 在香港發展他的電影事業 成為真是一代巨星 這個真是一代巨星 有些人說是巨星 怎麼升 去到荷里胡 怎麼威 但我相信 沒有一個可以給到李小龍 成龍都不錯 如果說 香港的明星 去荷里胡發展得 有頭有面 除了周文化 來到成龍 你說李連傑 李連傑不多屬於 香港屬於內地 所以說 香港只有兩位明星 去到荷里胡 被人認同 肯定 當然 李小龍的No.1 No.2一定是成龍 至其他去到發展 就是拍B級片 或者票房 不是那麼理想 都要回來 成龍有幾部戲 好像什麼 我平時速的戲 和那個 那個客人明星牌 在荷里胡都賣在 真人認同他 所以 就頒了一個 成就獎 永遠成就獎 沖身成就獎 給他 就是奧斯卡 金像獎頒 頒給他 只有一個明星 得到這些榮譽 因為李小龍已經過身 這件事 就沒得化假的 你喜歡成龍也好 不喜歡成龍也好 他做的事情出來 真的為香港爭光 他的成績 是得到重視 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李小龍過身 很多人都說李小龍 特輯 紀錄電影 找人扮他做李小龍 有唐龍 何忠道 甚至是李修緣 都扮過李小龍 就這樣 拍了這麼多 最大的項目 我看到 都是無非展現我們李小龍 的拳腳功夫 是將中國的武術 變為功夫 光照全世界 這件事 是主題 但是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 小龍的真正偉大之處 並非對他的權力 一個打一百個 在於他的 永不言敗的精神 他的拼搏精神 他對中華民族的精神 他自內的理想 這一點很重要 但我發覺 無論 他追憐李小龍 都很少提到這一點 他說功夫 怎麼厲害 節權度 那些外國人不夠 我們打 在民族主義那裡 特別是渲染 對於他這種奮鬥精神 在劣勢底下 在自己本身的條件不夠之下 都要奮發向上 李小龍五尺六七全高 一百二十多三十磅 知道嗎 更有扁平足 又有八百度近視 按照一個這樣身形 視力又不是那麼好的人 根本就很難成為一個好的搏擊監 何況要威震全世界 除了他的天賦 和李小龍克服精神 奮鬥精神 勤力是分不開的 我們要宣揚李小龍都用精神 不僅是他的拳腳 假設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中國人十四億人 又有一億人 好像李小龍那樣 你說我們中國 是否全世界的第一呢 這個必然 可惜要找個李小龍 不是說香港找不到 內地都找不到 這麼有魅力 這麼有功夫 這麼有精神 這麼有哲學思想的 沒有 是否 如果我們有一億人 像李小龍那樣 中國怎麼會 何據美國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品質 我們的精神 做不到 像李小龍那樣 實在我們要提倡 李小龍的精神向他學習 是否只剩一尾拳腳 武功 武功 其實從我看 就是小二科 很多人都可以練 你看到 日本有個年輕人 百七百歲都學到李小龍那樣 但是他這種精神 他對武術的堅持 對中華民族的愛好 就不是個個做得到 這件事值得我們特別去推廣 我希望以後的朋友 在講李小龍的時候 多些住這個地方 這個是沈泰國的想法 那麼 阿莫公子聽說你 去到台灣的時候 就因為身邊沒有人照顧你 就咳得很厲害 是吧 是 重感冒 重感冒 所以我告訴你 一個人 離開自己的地方 去到異地 一個人 的確就很淒慘 知道嗎 真的非常淒慘 怎樣淒慘化呢 沒有人理你的 知道嗎 沒有人理你的 你自己照顧自己 病到腳都軟 聽聞你上去還要走樓梯 那死了 腳都軟掉下來 那你真的要小心 我身體都不太好 一陣子 六點鐘 我去看醫生 我昨天去找醫生 兩個醫生 一個就 嘩嘩嘩嘩嘩嘩 有一個就沒有聽電話 可能去了兩天 那個人就忙了 不得了 終於呢 今天不停地打電話 你六點鐘 立刻 最後一個去看醫生 看到就好了 是吧 有什麼事都知道 所以你要保重 那你好像跟我說到 書展這個問題 那你對書展有什麼看法呢 那我見到 那為什麼呢 之前來說 他有一批比較題材 一個作者敏感一點的書籍 在圖書館下架 那很多人都關心到 這次那個書展 會不會有一個嚴格的審查 令到賣的書少了 令到什麼呢 儘管那個 那個搞手啊 貿易發展局那邊 TTC那邊 都站出來說 此地無人這樣說 沒有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審查完全沒有什麼的 不過都引起很多公眾的關心 我看到很多電視那些 傳媒進去訪問那些人 每個人進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 那些書籍少了 是不是什麼 那些索實之間 好像很多人都很關心 那令到我 就看到那個情況 就有點像 那些什麼酒樓食肆 老牌酒樓食肆 倒閉的時候 或者彈他堡 那樣索實之間 就很多人光顧 那些人就是要進去看看 是不是就沒有了 要去看看 平時又不可以 現在說就來了 沒有了 去看看 怎麼都好 那麼多些人關心 讀書看書 多些人入場 那都是一件好事 這些就是中國人 五分鐘業度 現在老婆關門 他就很緊張 就說 我要來幫襯你了 但是他需要你們幫助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不會幫助呢 就等於以前 有張報紙收什麼 停了刊 好賣的 都寫了出來 沒有廣告 這個財政方面 出現了赤字 多些支持 那些大學生告訴我 我有看 我不買了 我有看網 你說什麼 這些就是中國人 你說什麼 那你十元都不肯買 一個月三百元 你不肯花 沈大哥沒有錢 我每天買一張 我起碼花三百元支持這張報紙 很多沒有的 我看網是免費的 唉 它已經這麼慘了 你每人買一張 如果我們香港有八百萬人 有十萬人買 他們有十萬份 對不對 為什麼不做呢 真是奇怪到 大家珍惜一下自己的閱讀自由 可以自由看東西 那時候就盡情地看書 看報紙 盡情地閱讀 盡情地盡情地盡情 喂呀 因為你是有去看這個網 我不買你 但是你要明白 你們這樣的資料 都是由這張報紙放上網 第二就是你想 它現在有危機了 經濟 它撐得很辛苦 我們作為讀者 是不是有義務 每人買一張 十萬元支持它呢 沒有呀 還是大學的學生這樣說 那你說 你怎麼自已得 中國人 就是這樣 現在下架去看看 沒事就走了 不會真正去支持 所以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你說有沒有審查 TDC 那時候你說它無面功夫 我就認為不是無面功夫 我認為真的沒有什麼審查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香港的傳媒 不得KIN KEM 不得文蕊 你不覺得近來 在我們 祖國的中南海 的部分 有些少不同了呢 香港呢 有一個文章 叫靜海猴寫的文章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這些文章以前是不能登特的 即是告訴你 上面 我們的領導 想搏亂歸正 不要搞亂香港 穩定 全國 重新建立很好的經濟 跟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合作 就不是說 要你這樣做 去打壓這件事 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國家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經濟 有收入 就不是說 我們現在要捉這個 逃去台灣的莫玉民 因為他三年前 在那裡示威 這個時候 這個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而這些人 也不做到什麼 來傷害到我們香港 和我們的國家 我認為 我相信 主席也同意 現在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要恢復經濟 人民安居樂業 那些去了外國的人 那百個人 不是說不會追究 當然 在你的角度 他們犯了罪 但是現在去做這件事 就似乎不合遲 而這個 內地 都未必支持 是不是 還有 所以我們應該恢復經濟 我相信TDC 對那些書是沒有審查的 你怎麼審查 你這麼多的書 你怎麼審查 是不是 沒有得審查 不會的 只要你不觸及底線 沒有所謂的 我們書要出 知道嗎 那你當然 以前那些政治 這麼尖銳 便有問題 即使我一個民主國家 你符亂地 不斷描剋了這個拜登 那美國都要抄你 對不得都要告你 你看看我們 那個傻仔 川普 Donald Trump 都被人告 是不是 只不過手法不同 所以說 沒有的 今屆書展 書 就以兒童為主 那當然 比起十年前是差很遠 因為十年前的書展 其實變了側 變了動漫展 變了色情展 有靚模 靚板靚模去搞 買寫真 那些動漫 就搞你買武器 那樣 現在呢 伴亂歸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書展 那個形式 開始創鬧的時候呢 是書籍推過 不是做這些事情的 你動漫有動漫展 是不是 你色情的自己 要搞它色情的自己 但不可以將這些東西 跟這個書展 混為一坦 那你就侮辱了 書展的宗旨 我這個書展 我老友David Yip 有份策劃 勸服了 等年完善事 去接受 去資助那些出版商 去搞的嘛 那宗旨就推廣香港出版的書籍 聯同世界各地的書籍 不是去做動漫 不是叫你做Nemoly Sol 事業線的嘛 這個我從來不反對 有美女看 但問題是分清楚 那個性質 那當然沒有了這些呢 少了一班 那種高級粉絲 那當然差了些 沒有動漫 少了一班動漫 但是呢 這是個好事 作為讓書展 不是看你有多少人來買書 多不多銷路 當然很重要 但是你不會歪來 中置的原則 對嗎 這幾年的書展 乾淨了 但是這兩三年的書展 當然不是好 因為有COVID 至於真正的反應如何呢 今屆就可以看到了 沒有COVID 你可不可以不戴口罩 沒有限制了 那麼你看看人實場的人數 超不超過八百萬 有沒有一百萬 那個生意額 是否提高了呢 那麼你實說 現在去書室買書的人呢 大多數都是家長 小孩 他們不是教科書 兒童書 另一種就是 是來自當頭的 教你炒股 或者教你 現在去旅遊書 真正的文化書 文學書 其實的銷路極有限 所以我經常都說 好像我寫的那些書 放在書籍是一般的 這些書真的是書局賣的 所以我對書展 就不是說很熱心 啊不得了啦 我會書啦 我會簽名啦 那麼多年 我都看得到 沒什麼用 甚至有藝康都說 那些書都是書店賣的 不是真的在那裡賣 那裡賣得多少一本 當然 那些年輕人 第一次參與書展 充滿了熱誠 以為去到書展 買了一本書 作家就有很多人認識你 原來不是的 你要人認識你的作品 認識你這個作家的本人 是經過一段時間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 不需要那麼緊張 總之盡理而力而為 我在Facebook 今天這幾天 都看到很多青年作者 排山到我 你退出Promo他的作品 本來有一件好事 但我似乎聞到 那種名利之心很重 在我們的年代是沒有的 你買了 多謝 我們不會自己寫來推廣自己 現在世界不同了 但我聞到一股 功利主義的味道 我始終認為 一個真正寫作的人 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 多人看到 但這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問自己 我寫的東西 是否合格 我寫得是否好 我做得多少 就不是質在於 多些人看 我現在不是 人家寫推理我寫推理 人家寫鬼我寫鬼 人家寫風水我寫風水 不是 這樣 你做不到一個好的作家 我覺得 好的作家要堅持 你看看我們梁宇生金融 堅持是沒有小說 危可到尾都堅持 科幻小說 其他你是答邊的 對嗎 張愛玲 文學就是文學 這個很緊妙 不能說 我一陣子寫這些 一陣子寫那些 一陣子我寫那些 因為輕 你說我作家會嘗試 但存在的作家 絕無僅有 危可 可以說存在的作家 但不是他每天的item 寫得好 他最出名的 都是科幻小說 武俠小說 幾乎都不可以 和那幾位大家比 對嗎 是獨古入味 很難有存在的作家 懂得寫 但未必合格 所以說 不要這樣有機心 我買得很開心 於是為了買得 我女兒十個A 我媽媽都寫一本書去買 現在媽媽的作品是否在 不在 那天我看過很多事 你女兒考十一 我媽媽寫一本書 我怎麼再陪她 就買得了 我媽媽變成作家 得獎 那嫌不嫌棄些 如果你將這件事 商業化成這樣 對真正的文化沒有幫助 令人覺得 做作家很容易 有什麼難 其實我告訴她 做作家很難 耳姐很辛苦 同時 辛苦得來 未必有回報 所以有以寫作的青年朋友 首先有這樣的概念 有幾多個 偽學 就像香港 有幾多個 有幾多個逆書 有幾多個李璧華 所以你想清楚 如果你不熬苦 以為我寫一本書 你作家 就是你以為自己是作家 其實沒有人認為你作家 不用一年人不記得你了 是吧 很難的 不是那麼有 一會兒再說